大家好我是阿富 今天我们去找世界上最大的大盘鸡 你光知道大盘鸡你还不知道胡杨焖饼呢 但是老朴说吃到这份大盘鸡没有这么容易 所以今天我还有几个任务要做 对 现在是中午一点钟 然后老朴的妈妈准备了一些零食给我们 就是这里的肉饼 对 这个叫零食 差不多呀 这个叫猪食好吗 我爸爸妈妈以前住在哈萨克斯坦 然后他们做一个跟这个非常像 叫比拉式 刚出锅的是脆的更好吃 里面有牛肉白菜 怎么样福菜 好好吃 大家看一下 你怎么叫我福菜 你不是叫我老婆吗 老婆你跟我来到冬黄是不是很开心 开心呀 我这两天都在跟老朴跟他老婆说 你们两个要开个客栈 叫老朴客栈 然后搞个民宿 真的做菜又好吃 然后什么都懂 应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冬黄找你们玩 老朴 那个大胖鸡到底有多大 有我的肚子大吗 比你肚子只大不小 哈哈哈哈 那肯定很大 我们去雅光的路上 经过我老家了 是我和我兄弟住半间的老家 高老庄 看过西游记的朋友 应该也知道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历史气息非常浓郁的一个地方 哎呦 你现在的中文开始变好了 还可以吗 历史气息 这句话我想了很久 这个地方叫阳光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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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你来这里就是出国 你好 我要帮一个护照 填个申报书 对谢谢 阿富我就给你写了 好的 阿富先生 谢谢 我们顺利通关 再见 那我出国了 顺利过关了 你只是领了通关文迪而已 还没有出关口呢 如果没有通关文迪 将被扣押 帮上你的名字 阿富 来自于哪里 德国 这次过关所为何事 我们是干什么 领略一国奉行 随行几人 两人 两人 嗯 您途中是否见到一个叫王二的人呢 没见过 没见过 王二是通缉犯 在心情中若碰到 请继续上报 好的 请在此盖章过关 好 谢谢 出外顺利 好 谢谢 现在真的到国外了 啊 好严格啊 他们这里 对 吐国你能不严格吗 想吃大盘鞋哪有那么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我付出了这么多 朴哥跟我说 我们今天要吃大盘鞋 他必须得骑马 必须也得骑马 是吧 重量有限制吗 没有的 你也不重啊 啊 谢谢 太给我面子了 就骑那边的马对吧 嗯 他们脾气怎么样 马都很乖的 非常好 我这里还有驴 听说东方的驴肉方面很有名 这个就是我的马对吧 对 这就是你要骑的马 你把这个说了 他怕 对对 我做这批马 他已经很紧张了 所以我这个自拍感要是稍微短一点 哎 动物看到我就很怕 我们刚刚已经换了一匹马 因为那匹马就很紧张 看到我这个体型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德国来的朋友 欢迎你来到中国 你骑着马来的吗 嗯 我们要不要比一下赛 不要不要不要 哈哈哈哈 我在上面等你啊 啊 走 老飘和我真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男人 我老婆一直说她希望她训练我 两个月变成一个像她这样的男人 嗯 怎么样 皮股好疼 这才是让你体验真正的马上生活 你以为大盘鸡是那么好吃的 不完成任务想都不要想吃啊 那现在任务完成了吗 呃 现在可以去让你去尝尝大盘鸡的味道 哇 超级期待 你在上海已经跟我说了这个大盘鸡有多好吃 绝对让你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去找我们两个媳妇儿 哎对 老板娘我们来吃大盘鸡了 啊好 多吃点啊 她们家是这边开的最早的 而且她们家最好的什么 她们家的葡萄是最好吃的 终于让我发现一个 来老婆尝一个这个 来 哇好吃 给你们家媳妇儿留两个 嗯 是不是啊底下泛黄这个更甜啊 给我们两位美女吃 你看上面已经五多葡萄了 葡萄吧 哦 这个葡萄股 吃 这个就是葡萄肝 很甜 我们这里是爆肠 你们大盘鸡是一整只鸡吗 一整只鸡 哇塞 你们要炒开肚子多吃一点 听到了吧 哎呀 期待 我就是把他们从从上午饿到现在了 不然吃不完啊 然后再给我来个胡言温饼 哇 怎么样 这个就是大盘鸡啊 对 这是小分还是大分 正常的 你们知道大盘鸡的背景吗 我帮你们查过了 我现在跟你们说一下 现在让德国小胖子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大盘鸡的背景 哈佛你这个要拍 哇 这个是什么 哇 乌羊门饼 我的妈呀 你们这个盘子是特质的吗 啊 乌羊门饼 老公我觉得你的大盘鸡故事可以等会说 你先尝尝这个饼 没有我先要说一下 大盘鸡是一个在新疆的四川师傅发明的 它是给谁发明的这个 给我们啊 吃花 给大咖车司机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大盘鸡里面有很多中国的因素 一个是四川辣 对 一个是北方 嗯 什么是北方 什么是北方面 面 对 然后新疆土豆和那些调料 哦 所以说看阿富的食品能学到很多关于历史和文化的东西 你光知道大盘鸡你还不知道胡羊闷饼呢 这是用这面特殊的羊肉做的一个闷饼 嗯 但是这个饼它的味道要比这个肉还要好吃 你别说了别说了我先吃吧 虽然我们今天主题是大盘鸡 但是我先要吃一下这个闷饼 哦 超级爽 这个就是像北方的这种宽面样 然后有四川的垃圾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中国很多地方结合的一个菜 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叫什么 胡羊闷饼 胡羊闷饼 你们吃过了吗 没有吃过的朋友一定要过来来东晃吃 哎今天这么辛苦 我跟你起码先再吃一下这个大盘鸡 哇 我从中间然后蘸一下这个酱 今天过关吃这个 非常值得 非常值得 他们这里的鸡肉是特别嫩 对啊 不是像上海有时候那个大盘鸡会很干 这是他们家养的鸡 而且这是一蒸汁鸡在里面 那他们敦煌还会给我们面吗 当然有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大盘鸡 这个才是大盘鸡 对啊 敦煌有很多大盘鸡 但是我觉得最好吃的是他们家的 包括我们本地人很多都是在他们家来吃的 这才叫旅游嘛 这才叫享受生活嘛 嗯 对不对啊 只有敦煌的美食能让你复活 对 所以大家给我老婆点个赞 她身体真的很不舒服 然后还特地抛过来 为了给我一个惊喜 所以大家支持一下福太给她点个赞 你们看我们现在已经吃了大概半个小时 然后感觉像没吃过一样 给你们证明这个真的是一蒸汁鸡 这是什么呀 鸡头里面是脑子 对 很嫩的 然后把眼睛 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 老婆你吃吗 我胖 现在最重要的来了 哇 哇 老婆你帮我们搬一搬 没问题 这是手捏出来的 够长 哇 指点迷津 这样转吗 啊 哇 嘶 嗯 好有劲道 跟刚才又不一样了吗 跟那面皮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吗 我愿意你快速工的时候到了 好 你放心啊 啊啊啊啊 压力好打 哎 口感特别好 来说一下这个面皮的故事吧 哈哈哈哈 面皮的故事我不知道 这个不叫面皮 这属于拉条子的一种 叫面片 好吃 谢谢你啊 谢谢啊 拜拜 这个大盘鸡太好吃了 我们吃的这个大盘鸡 只有138块钱 一蒸汁鸡 而且我发现 大盘鸡是在全国非常受欢迎 哦我真的是吃菜吃了 否则我真的一盘都要都能吃下去 你们喜不喜欢吃大盘鸡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个眼 还有那个胡羊蒙饼 哦这个在上面也吃不到 我觉得我觉得它比大盘鸡好吃啊 胡羊蒙饼 这是意外的收获 还有哪一些菜在全国很受欢迎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个眼 说不定我也可以去探索 他们的历史背景呢 历史文化 对不对 文化 好欢迎你们留言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今天这个问题有非常多人问过我 所以我今天就一起回答你们 好像很多人喜欢我上一期用的这个BGM 确实蛮好听的啊 我在我的视频里面用的音乐很难找到 有很多人给我这样的反馈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音乐都是买的 网上有一个平台 在那边可以买小的音乐创作者的版权 然后用在自己的视频里面 然后用在自己的视频里面 因为我知道做视频做音乐做这些艺术品有多辛苦 所以我一直去买他们这个版权 然后用在我的视频里面 因为我希望这些没有那么有名的做音乐的或者做视频也可以得到一些从我这里来的帮助 坏消息是在很多的音乐APP或者平台就找不到他们的音乐 所以我建议你们你们多看看我的视频 听听我用的BGM就可以了 欢迎你也发个私信或者留个言给我 说不定在下一期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爱你吗 拜拜